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刚刚提到有关汇率下载部分 因为上个礼拜都有提到 所以细节的程式码各位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细节动作因为上个礼拜有提到 所以如果有些不太了解 可能回头再看之前的上课影片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今天第12周 后面还有两周 所以慢慢我们后面会把一些 可能在更稍微进阶一点的爬虫方式 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难度它会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了解一下那个HTML 就网页的相关语言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爬取网页的资料 那基本上因为它上面 都是类似像 如果你们按滑鼠右键 其实基本上应该可以 右键这边有一个叫检视原始码 那实际上它就有原始码 或者是我的习惯是就是这些东西 那里面基本上重点就是HTML的标签 像这个什么小于符号 后面大于符号 这个就一个标签 那另外或者是说标签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类别 就CSS 那我习惯网页嘛 所以你们任意打开一个网 按右键其实检视原始码或检查 我建议用检查 我建议将来可以利用那个按右键检查去查看一下 那相关的这个讯息 其实这个后面 这个应该叫开发模式吧 也就是说呢 其实网页在背后 这个网页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 那你的那个网站的主机 其实传递过来的东西 其实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背后的语言 这个HTML 那我们之所以也可以看得懂 基本上都是透过像Chrome浏览器 或者像是什么IE浏览 现在应该没有 现在应该是要在Edge 或者是Alpla等等 反正一堆浏览器 主要是帮我们把这个背后的东西解析出来 OK 所以如果我们只要看得懂 后面HTML的东西 那相对的 我们要爬取资料 就比较可以知道说 应该爬哪些东西 另外像刚刚有提到 像这个背后有躲一些资料 像这参数 他就故意不让你知道 所以我刚刚提过 只要没有隐私 他们都是GET 像那个你们在买东西 像MOMO 或者是像PC Home 他上面其实应该 都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参数 甚至你的那个什么 Google浏览云端上面 其实上面这个参数也都让你看得到 没问题 OK 那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隐私的部分 他可能就会把它隐藏 比如像这个 他可能刻意就是不让你知道说 他到底传了什么参数过去 或者是说表单 像这个就一个表单 表单的话呢 他基本上 他背后呢 理论上还是用的 传递参数的方式 大部分还是用Post 不过其实用GET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大部分都用Post 那如果是用Post我不知道 我们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 自然就没有办法像那个 之前的那个 就是大乐透 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抓上面的 这个连结 然后呢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把这个连结改个批次的 那批次里面的话就是看他几页 我就传在那个他的Indage Page后面 做一点手脚 把它传递过去就好了 那如果呢 像这个范例 他就是不让你知道 那没关系 他预设是用GET 那我们其实知道说他是用Post 那我们其实还是有办法可以把它破解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传递参数的方式 如果你想知道 他到底传了什么东西给主机 主机在丢什么东西回来 那其实也还是有办法可以去查询的到 那只是说可能你们要慢慢习惯 会用什么按右键检查 里面的这个叫开发模式 那里面的话呢 因为我目前我看到我浏览器这上面是中文的 那我印象中好像蛮多人的 可能会是英文的 不过不管 反正就是大概会有这些功能 包含元素 就是里面的话呢 它的那个像HTML、CSS都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表单 那表单的话 它里面小一幅要开头嘛 那这边有个Phone 那它的ID是什么 然后呢 它这边就有一个啦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Manser Manser就是它的方法 后面呢就有强调说它是用Post Post的话就是我会把参数藏在 不是用传在网址列可以看到的地方 OK 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老师我怎么知道它传了什么东西给主机啊 那我没有办法把它拦截 可以哦 OK 那怎么样拦截 其实如果你想要拦截的话 在这个开发模式里面 就可以切到那个网路啦 这个网路的话 其实 大家顾名思义哦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跟那个主机做什么沟通哦 那我就在中间拦截 其实有点像是窃听的动作哦 你们之间沟通什么上面其实我 只要你做沟通哦 那我就开始在这边会显示出来 你只要跟它传递什么样的东西 这边会显示出来 那你只要把它传递的东西找出来 那你就知道说 该怎么去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只是说这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原则上呢 我们后面我们会把这个折线图绘制先解决啦 那理论上就是说 将来我们的目标啦 反正就是网路资料截取 OK所以以后啦 尽可能的一般基本的 或者是说它没有太多的保护 当然有些人家是保护 你要去抓那个就要破解了 那如果说一般性的资料 那你至少你会爬取 那如果说呢相对复杂的 可能当然你就要再深度去研究 就是我刚刚提过的 有一些像HTML CSS 那可能你还是至少知道 那再来就是把资料爬下来之后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它 绘制成一般人很易于能够解读的一个 视觉化的一个图表呈现 OK所以我们刚刚第一步 已经先抓开放资料 那第二步就是说呢 我要把所有的这个折线图汇制出来 那该怎么做啦 那刚刚已经有稍微分析过 就是说如果你要画美元OK 然后画人民币OK的话 那接下来当然哦 我们就是寻 比如先把它删 删图的话呢 其实这个比较固定啦 一般删除图 我在云端上其实有放了一段这个 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一般我习惯就 反正我就先把旧的全部删掉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要删哪几个的话 你可能要跟它讲哪几个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叫Tri-Objects 其实Tri-Objects我刚刚有提到啦 就是用这个物件去判断说这个图 这个工作表 所以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底下的Tri-Objects 这个工作表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图 所以点Count的话就帮我算一下 然后里面有多少个图 那如果说它大于0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以上的话 那我就执行全部删除图的动作 那意思是说啦 如果一个都没有 那当然你就跳过 你就连删都不用删 不然的话你可能 那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个 因为如果你假设上面都没有图 然后你却要它删除会发生错误 OK 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把图给删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 假设一个美元折线图 绘制 人民币OK 然后再来就删掉 那再来思考全部 那全部的话你不可能说 我扣美元折线图 扣人民币折线图 扣欧元折线图 然后一个一个扣 扣十个 那当然不太OK啦 如果这样写的话 其实写跑应该也可以弄得出来啦 只是说你这样子 嗯 有点 好像跟实际上要的程式嘛 其实 还是个落差啦 毕竟写程式不是说 呃 循序的这样写 那跟图法链钢 有什么差别 虽然说还是快一点 按下去OK 可是 尽可能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假设啦 我希望说 分析一下 所以 这两个我一起把它颠倒一下 把这个 所以上面这两个 美元 人民币 那这个就先观察一下 它的差别 我们刚刚观察出来 那第一个差别就是这个M1 有没有 M1的部分 所以我们第一个 因为有10个栏位 所以全部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 直接什么 打一个回圈好了 4i 等于 第一到第10好了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好 那我知道说有10个栏位啦 所以我 理论上我跑 这个一个范围先制定给它 然后把底下这两 两行 把它放到NAS里面 然后一般习惯建议是缩排一下 因为我看有些同学 不太习惯缩排 我是建议一定要缩排 因为如果你没有缩排的话 将来 你要看程式 其实没有阶层 看起来蛮乱的 OK 所以记得这边加一个 TAB OK 让它缩排 好 那接下来的话当然 我们会先需要改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简单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呢 当它第一次的话是1 第二次的话呢 就是11 那有什么方式 所以我在这边加一个k的变数 所以k这个变数 它等于什么呢 其实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它预设值有1嘛 所以你1加上什么呢 这边我的想法 直觉想到了 1加上 当它第一次不要加10的倍数 可是后面的话呢 就要加10 所以我可以用i去变 那i第一次不要 所以减掉1 因为它原来有1嘛 因为我第一次不要加10的倍数 我先把它减掉之后 后面呢再乘上10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k 其实基本上呢 它就会符合我们要 所以它第一次 有没有 你直接把i带进去 i等于1嘛 那1减掉1就0 0乘上10还是0嘛 所以k等于1 OK 然后当k等于2的时候呢 那你减掉1就变10 所以变11 那当它等于3的话 就是加20 一直可以推 所以其实这样 这样也OK 有没有 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跑跑看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 把这个位置 再改一下 所以它的 laps跟taps都要改 所以这个的话 那因为m1 它刚好这个e 已经是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 所以我们直接把e delete掉 然后移到 字串的右边 endk就可以了 那当然呢 每次都会有同学会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叫endk啦 实际上因为我们的e已经是最右边 你就可以直接串在它的右边 但如果它是在中间 就像用之前的方式 就是 双几号两个移到中间 end两个再放个k啦 OK 那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 自串的那个串接的规则 可能要记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是给一个endk 好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就解决了那个 放的位置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 底下我们就这个都美元的嘛 那没关系 我们就是直接让它run一下 看看会不会跑出来 反正10个 有10个图出来都美元没关系 看一下是不是都美元 都美元 那有没有10个 看起来应该有10个 应该到100 对那应该就10个 可是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 诶就是 那我怎么样解决那个 那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第一次应该是b 第二次的话变c 那我最好可以跟i连动 如果当i等于1的话 那它就是b 当i等于2的时候呢 那这就是c easily推 什么方法 这可能要想一下 那后来我想了一个方式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想到的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到更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 你觉得简单的方法都没关系 那刚刚提到这个啦 其实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因为我从前还是不太理解 如果你换一个方法啦 其实如果你假设用之前的那个k的写法 我刚刚讲 如果你不用刚刚的方法 其实还有一招 可以跟之前那个什么 列出排名那个蛮像 就k等于1 有没有 那k出死值等于1嘛 那这边一样是等于k 那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让它 就是说 当它在NAS的上一行 k等于k加10就可以了 理论上应该这样也ok 当它等于1嘛 然后它跑完了美元的之后 然后它到这边的话 因为1加上10 那不是11 11存回去 那就11 然后再加10 那边21 所以理论上这样也ok 我们把它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个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没关系啦 反正哪个方法你觉得 比较要理解的话 你就用一样的方法 用你习惯的方法来写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一样 一模一样 ok 所以你习惯哪种写法 你可以用你习惯写法都没关系 因为我刚刚想到啦 因为主要能够满足k 能够满足那个 我要的这样规则的方法 其实相当相当多 那至于哪个比较简单 你就用哪个 不过简单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就尽量不要出错啦 因为程式其实很容易有bug 所以你也不要写太复杂 如果写太复杂 反而比较容易有bug 这个这一点可能要 特别小心 ok 好 其实满花时间是真的啦 就是可能每个地方 还是要自己实作一下 自己思考一下 好 那k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刚刚 第二个问题 这个地方 怎么样让他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第三次 一直到最后一个应该是k 那我后来又想了一个方法 然后而且能够跟i联动哦 诶 怎么样可以跟i联动哦 后来我想了 我自己想到方法 就是我先产生一个字串 那我接下来用mid去切割它 所以啊 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我要先产生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的名称 变数名称也要col好了 这个我自己取个名称 然后里面的话呢就分别放什么 b,c,d,e,f,g,h,i,j,k 到k就可以了 因为刚好栏位数10个 所以你打10个字 那这个10个字 我怎么样让它可以 当它 i是1就抓b i是2就抓c 那这边的话其实可以配合一个函数哦 叫做mid 因为mid的话就是你要抓哪一个字串里面的第几个字 所以哦 那我们可以怎么呢 可以用再加一个变数叫c好了 或者你直接放里面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方法 c等于 怎么样呢 mid 瓜阿虎一下 哪一个字串 上面那个字串 col 或者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你如果不要多一个col 你直接把这个放进来OK啦 那就不用多一个 就是直接把这个放在这里 那这个col也不用啦 就一个c就可以了 然后好这个字串 那第几个呢 第i一个 那要取几个呢 取一个 后瓜阿虎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当它i等于1的时候 有没有 它就抓到哪一个 诶 第1个 那就b 所以呢 c就等于b 那当它i等于2的时候 有没有 当它有2的时候 然后它就变成什么 抓第二个字 那就变 c 意思类推 就到k 刚好完全满足 我们要的这个规则 ok 那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c 因为它回来如果是b的这个字 所以它里面一定是个文字 b 前后外面有双引号 那我把这个字哦 这个放在这里 跟放在这里 那因为b 这两个b 它其实 就是在文字的中间 因为它尾巴还有28 所以串的方法跟前面类似啦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c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把c的变数呢 串在中间 然后呢 and的前后呢 记得空白 因为vba的and的前后 一定要空白 那e seo不用空白 然后 好,第一个 所以把这个c串到这里 ok,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一向这边b 所以把b再选起来 然后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的两个 移到中间 先加一个c 然后把and 前后加空白 好,这样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ok的啦 所以 当i等于1的时候 那我就是抓b 那就b1 跟b28 ok 然后 一直都一推 那执行看看好了 所以理论上 第二个问题 应该也得到解决了 试一下看看 执行这删除先删掉了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还可以设一个中断点 因为你假设不确定 比如你可以设在这一行的下方好了 然后你可以先执行 先看一下c里面的值是不是b 对是b 那理论上应该在执行一行的时候 美元就应该ok了 ok 美元出来了 ok 然后呢 再来下一个就c 所以下一个在执行 那就是人民币 那在下一个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在看一下c里面是d 所以你就再执行一下 欧元就出来了 所以应该ok的 所以剩下来的话就让它全部跑完 然后看一下结果 没问题了 ok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所以主要我们就解决刚刚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这个m后面这个 我是串一个m的k k的变数 那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这个k我刚刚第一个是用什么 k要能够满足第一次是1 第二以后的话都加10的话 那我就1加上 跟i联动的话 就是i-1 然后刮弧乘上10 或者是说你用那个第二个方法 哪个方法简单 不过好像刚刚第二个方法好像比较简单 如果这个ok 请各位自己试试看 好不好 那画面呢 我再 还给各位 试一下 好